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曾想过 未来的梦里日落 轻轻的你唤醒起我 一身面积全放弃 和心的幽黄 随着你 谁知你 天相般烈火 和我相信 成功 永不危险 永恒 如漢不心 太时空穿梭 而是真色 已经无路可走 但是爱不难多 永恒的信 连选仰租 我 得死全死 他也有不得我 不停死 此刻 回来了 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了呢 你不想说我又何必问 写什么呢 咱家新建的府邸落成了 咱爸让我代为调度 分配各房的住处 我爸让你管家 帮我看看 我以为啊 这一进套院 警卫传达 电话电工 厨房 仓库 账房 各居室 方便职责 二进套院呢 是你爸的办公生活起居 秘书室啊 书房 客厅 卧室 浴室 都 都在这儿 你倒是让人不让啊 一日圈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有什么呀 无非就是八个字 尊卑有序 情情有条 点得我啊 点得我啊 买劲了还 快点 快点 先走走 这就是我张柏林 今天要演讲的题目 这几个月来啊 我一直在东北三省旅行 东北的铁路 那实乃一大奇观啊 有俄国的 有日本的 当然 还有中国的 三国分馆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乘客 所见所闻 赶出颇深 火车 火车拉来了人口 火车拉来了城市 改写了东北的近代史 哈尔滨 哈尔滨 哈尔滨就是俄国的外府城市 什么 街道是一样的 建筑是一样的 就连火车站的管理制度 都是一样的 站长也要戴上一个 红色的小帽子 火车离站之前 同样也要再打上三变灵 我也去过大连 在那里放眼望去 满街都是穿和服的 妇女和儿童 日本料理的渣黄 你随处可见 这个日本列车的车厢啊 它就如同他们的 榻榻米那样的 捷径 也许我说到这儿 你们会说 你张伯玲到底要讲什么呀 第一个问题 列强瓜分中国 在东北的这片土地上 感受最为真切 就如同说是一块蛋糕 拦腰切成了三块 第二个问题 同样在这么一片土地上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管理能力 就如此的糟糕啊 你们大概也都坐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火车 先生 你第二个问题十分的荒唐 中国人的糟糕 是因为列强欺负成如此的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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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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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你承认我们自己的糟糕 糟糕何在 第一 国家意识 第二 国民素质 我这一路所见 五中国人 叫日俄之所不如 而五 慵懒松散之状态 叫韩人 亦略有差 五国人 欲试推诿 不善组织 若是私事那上肯为例 如果要一遇到公事 则非赢私就是无比 唯 尔诈我鱼 故冰箫 瓦解 那这么说 我们中国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 人说 中国山河破落 希望全无 这是谬论 中国怎么能没有希望 中国大有希望 希望是我 你们想一想 如果要是 你认为这样没有办法 我也认为没有办法 他也这样认为没有办法 普天之下 大江南北 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中国就该亡 那中国才是真的没有希望 希望 但是如果 我们发愤图强 我们报复于心 那中国就又有希望了 希望 就是我 这 就是我说的 我的意思 我希望 中国人不要自怨自异 也不要 怨天尤人 指望他人 大家 牺牲从我做起 强国从我做起 我相信这样 但愿从今往后 人人都能说 中国不枉 有我 好 你坐下 吃饭 吃饭 习惯吗 习 习惯了 父亲 老张家的伙食 比不了你们老菊家 你 怎么不吃饭呀 学妹 老是粗粮 粗粮怎么啦 那些文官咋就吃西粮呢 我也要吃 公知 小兔子 小兔子 别管我 被我的文官比伙食了 憋得着吗你 爷 那学名不是小吗 哪能懂你那么多刀的 丰志 带孩子去那伙方 给他整点锅吧 锅巴香 走吧 别哭了 喝吧是西粮了 走 难看那个张布林 跑到你们青年会 那么一通讲话 骂我是军法 有这回事啊 每天在骂你啊 我在身上 是吧 又是我手下的天有家做啊 他就是说 今我中华民族 最缺乏者 乃能引领民族走出 迷津之能者 还是看不上我呀 啊 寒沙摄影 能看不上我呀 人家没看不上你 人家只是说 救国得从教育着手 教育啊 就他那个 张布林男开始教育 我这饭桌上 就不是教育啊 啊 要都是你这样的学生 什么教育啊 白瞎 太瞧不上我了吧 啊 那你就 做点让我刮目相看的 啊 我们老张家人啊 是凭真本事 什么那些呢 花里胡上的正论啊 没啥说 您慢用 我吃好了 您走吧 您看这个 您发现了 你咋够了 我就知道 我咋就黑暗地 我咋了 我咋了 你咋了 兴奋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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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了 黎元洪辞去了民国大总统 由冯国正恩代理 我家老段 与冯不合 只能辞去总理的职务 这次我来凤田 还望老同学 能够说服你家东家 帮我家老段一把 书生啊 还是先前与你商量过的 我的东家就能性格 不见兔子不撒婴 你得让他瞅见兔子在哪 那你说的兔子 指的是那批军火 还能是啥呀 不是 那可是四千万的武器枪支啊 那烫扫得很 那是冯国上以政府的名义 在日本贷款买的 我知道 我的耳目 已经在秦皇党码头看见货了 那如果 你这东家要得到了这只又肥又大的兔子 你能保证凤军 一约入关吗 实际上呢 凤军主力五十三旅 在你我谈话之时 已经进入山海关 在轮注袋里 这以后你呢 都是明白的 傅中秋 等着 等着 看好了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个贴获单 啊 不过 不过 这肯定不是袁丹 袁丹在冯国长手上 这一张 这一张是我在陆军当司长的时候留在手上的一张空白的 不过 不过呢 这事儿呢 我都已经填好了 签字印信 与袁丹丝毫无差 啊 你敢用吗 给我 给我 你不敢用啊 给我 拿过来 拿过来 你怎么整明白呢 松手松手松手 这这这 什么事儿 胆大的乡龙腐虎啊 胆小的喂猫养兔啊 哈哈 骂了个啪子的 谁啊 四千万军火啊 老子 用它 可以 扩典 这个混成 族的抢 也要把他给我抢坏 立刻指电 五十三人 即刻 赶往青黄岛 把这批军火 给我弄回来 是 喂 接五十三缕 我是杨永婷 即刻赶往青黄岛 来 来 四万 玉婷啊 我没看走眼 用你对了 三十三岁如此头略 甚为了得呀 所以我才一向主张省长您呢 必须辱怪 不谋全局 不足以谋一遇 我是想过的 他那个老段 对我这个马匪 看不惯 不谋一遇 其实对别人呢 北京政权是渴望不可及 对您则不然 北洋的老家底 到如今剩下的是 直系晚系和咱缝隙 直系晚系能掌权 凭啥咱们不能 不 这话可不敢乱说 关内的水又渗又浑 我老站的脚跟 还是在东北 不去找那个麻烦 村长 我呢 已经向小徐暗示过了 出兵 拥护断内阁 都没问题 可作为回报呢 仅仅是装备军火的 不够 必须争取北京 认可您 东三省薰月室的位置 有啊 他妈的不出手则吧 一出手是一石三鸟啊 那 省长您是否见一见徐书长 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见啊 好啊 好 不 不急 等确认这批军火到了我手里 这话就好说了 明白 让咱就等 回家 回家 对了 省长 徐觅长此行 还与我谈了汉清 读保定军校的事 还这样和我 最懒的教育啊 谁啊 这么晚了 喂 喂 喂 吴夫人 大叔在吗 阿爷在呢 有急事找他 你等着 有急事啊 你等着 爷 杨雨婷电话 怎么样了 大帅 四千万军火拿到 一样不少 联动弹药一并领处 张景慧里已经装运专联 任何武器在返回封殿的途中 喂 喂 大帅 你在听吗 你马上通知徐世证 我张泽林半小时后 在公署大楼见他 是 大帅 咋的了 爷 眼睛一眨 老五 你男人发大了 大了 你知道有多大吗 有多大呀 你得往大的使劲想 往大了 还得使劲地想 使劲想 拿出吃奶的劲 也想不到 爷 啥事啊 干啥事啊爷 放智啊 这是怎么了 韩清去北京考保定军校了 翻箱倒归了一宿 怎么能这样啊 你这刚结婚几天呀 就把你一人扔下了 这 三妈妈 您看这屋里太乱 连您坐的地儿都没有 我帮你收拾 您弟弟的事儿 我嫁过来第二天 汉清就告诉我了 我听了之后 心里头难过了半天 难为汉清 这事儿 他还替我记着呢 汉清是个重情义的人 你和汉清怎么样啊 很好 真的很好 是非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你行 能忍天下难忍之事 我确实一天都不能再忍 别呀 三妈妈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帅爷那边一天一天发达了起来 他刚刚统一了三省军政 做了东三省的总管了 我还不了解他 他做巡访营管带那年 我就随了他 有句话你记着 君王未可信 你说我公公 他不值得人相信 是的 但凡能爬到他这么高位置的人 多半都不值得心 这么些年 一件件做些的事儿 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不值得先 也不值得爱呢 也不值得爱呢 这不减张 这对于你来说 不是保定军校要考你 而是你要考考他保定军校 当年我考日本士官学校的时候 抱的就是这个心 这年头 谁考谁呀 谁能跟你比 我跟你说 我现在最瞧不上的 还真就是日本士官学校 日本的教育 那什么教育 那就是训兽计 所有兽教育者 都被视为野兽 他们的教程 那是什么教程 就是一道道命 就连小编职上 都用日文写的命名 向前一步走 可你看起来 还是这么儒雅呀 你是真会夸人 的确如此 你呀 还是有眼力的 我跟你说啊 一个优秀的将领 非有文采不可 所以我练军 团以上是文人举动 文人操守较将 缓急之时 亦比较可靠 照你这么说 我爹到你这儿来 当个团长都不够资格了 没想到你这马匪的儿子 说起话来还如此有趣啊 行啊 我看你行 以为你负责 真是 普通的蓝带人 光你自己喝呀 行啊 林小姐要喝 喝点呗 真傻啊 好 整就整一杯 口松的 安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北京等了一个多月了 等的就是你小子 等我干嘛呀 这考场就是为你专设的 你不知道 非我舍的 这几个 虽是世家子弟 可也不过就是配合着演戏 你放心 肯定过 一会儿你只管胡作非为就是 偷生听训 宝定居校 第八期 五口考场击考 考生答题 十金不限 三门靠题 答完为止 请开始 哥们 咱们分分工 怎么个分法 我数理不行 就是抄也抄不利索 数理我来 国文我来 怎么都是你在说话 他一言不乏啊 不说话的人都厉害 你不知道啊 他哪儿厉害呀 他哪儿都厉害 那你厉害吗 我比他更厉害 听说他的父亲 是关外的陆林响马 是真的吗 我爸也是 他爸还是被我爸带着招着 对吧 韩奇 哎哟 陆林响马的儿子 还有这么英俊儒雅的 那你愿意被这样的陆林响马 打劫吗 你说什么呢你 讨厌 哎 冯伟 第八七什么时候放榜啊 第八七应该下个月了吧 你们说的是保定居校生吗 好严厉 我们俩都是保定的居官生 看着像吗 我父亲啊 他有一位学生 是我们浙江老乡 刚刚也报考了保定军校的第八七 叫什么呀 呃 陈诚 陈诚 没听说过呀 陈诚 杭州的 体育师范生 身材好极了 是不是漂亮姑娘 都喜欢身材好的男人 你们要是穿上军装 肯定也招人喜欢 尤其是你 听见了吗 汉青 冲着杜小姐这宫位 咱都得上保定军校 我不需要宫位 我太太不喜欢别的女人宫位我 你都结婚了 不会吧 哎呀 老天爷爷 让不让人活了 怎么天下所有的好男人都结婚了 汉青 要我看 只要看不见咱自家的烟囱 那就是单身汉 咱们真该留杜小姐曹小姐吃饭啊 你说的徐辱征真行啊 管吃管住管喝 诺大的京城就跟他们家后院似的 汉青 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这是白吃白玩的 小徐厉害 是因为他是段内阁的幕后操盘手 段祺瑞能够起死回生 重新阻隔 得益与你父亲的奉军入关 奉完两家人成了一家人 知道吗 你父亲把奉军的副司令的位置 都给了徐处征 你说他拿出这点吃的 这点玩 那不是九牛一毛吗 你说他哪听的消息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小的探上一个很角色的老爹 哪有什么事能让你自己个儿操心的 我蜂拥的老爹真是憨的可爱 傻的可以 跑来北京参加张勋复辟 屁股坐错位置了 闹了个铃铛肉与 盖完一鼻子 有种你就杀了我 关注我做什么本事 我爸哥哥走醒了吗 多亏了你爸那封电报 不过手续还是得由我这个坐儿子的去吧 我今晚搭车去天津找徐处征 还去搭一颗印象 要我陪你去吗 嗯 没得早上就回来了 徐处征现在是凤军的副司令 这点面子他准央给 还他娘的不给老子吃饭 什么他娘的饭点 老子饿了就得吃 啊 坐 老人家 您是 碧仁陆建章 陕西都军陆建章 正是 你是 我叫冯庸 冯德林是我父亲 冯德林的公子 坐 坐 怎么样 你爸放出来没有 快了 还差一道手续 我去天津就是找徐处征帮忙办理的 巧了 我这趟天津哪 正是受了徐处征的邀请 一会儿 处征到月台接站 我替你说笑 那太好了 太好了 晚生在这提前先谢前辈 应该的 举手之劳嘛 坐 前辈是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没错 比人是小战练兵的元老 我的天 那您是现代陆军的鼻祖 算是吧 我和你爸是两路人 我是科班 你爸是草台 对 对 是 话说回来 东北的草台可了不得 辛亥初始 所有的巡防营都怕新军 唯独东北的新军怕巡防营 张作霖了不得 你爸 你爸 别了不得 书征 陆将军 一向可好啊 还行还行 一路辛苦啊 德林兄的公子 照顾一下 我知道那事 一会让人给你搬手去 是 怎么样 一路还顺畅吗 还可以 到你这儿了 你说了咱 什么事都摆不过 这儿了 方公子 你的材料呢 我知道你 你和汉青考保定军校的手续 都是我办的 是 是 我问问你们 这是谁的司令部 是我张作霖的 还是他徐树征的 你不要作声 他姓徐的 正然以奉军的名义 杀害了他的私敌 怒建杖 干啥呀 这不是坏我张作霖的名声吗 坏我奉军的名声吗 你们看看 现如今他人在武汉 手都伸到天井来了 才让吴俊生 及金城七个旅 调到湖南战场 干啥 那是齐斯文 谁 你老孙儿是听他的听我的 当然是听你的 咱不能去尝尝吧 咱不能去尝尝吧 你那个屁股蛋子 你要知道哪头抗热哪头抗粮 你是张家的人 是点张家的分 你得说张家的话 咱够对得起你那个同伴同学了 让咱们入关 咱入了 让咱支持段内额 咱支持了 还要咋的呀 奉军副司令都让他当了 他对得起咱呀 对得起我张作霖啊 他 瞧瞧他干的这事 你们看看他这些烂章 他一共带领奉军军费五百一十五万 咱们收到多少啊 咱们总共才收到一百八十万 你参谋长不会不知道吧 这不是和我张作霖的冰写啊 骂了个八字的 法定 撤退副总司令的职 并告北京段庆润 是 对了 我那个小六子来电 说他已经录取保定军校了 大老远的跑保定上下学啊 不上了 穿不上 马上给我回凤天 大帅 此时 就这么办 是 马上办 是 是 慢点啊 你们谁也不要踩那草坪上的草啊 知道了 那个皮箱上二楼啊 皮箱上二楼啊 来 你挂了 一楼 轻点啊 你把这箱子放楼上的 皮箱都上二楼 我说你天干两枕头 你天干两枕头 你 这边还干吗 还干啥用 你喝了什么 把我担心你偷汉子啊你 是不是 走过来 孩子 我们担心你是那种人吗 就算我担心你不招一人喜欢 也不太那么借啊 把我当什么了 当崔环了你俩可就记你了 说话啊你 更可惜 陪那枕套上跟我绣个冤呀 你家不是指着和尚马途里 大人太大了你 连你姑奶奶也敢明战 真的寒陈长 你自个儿要死春 这也难嫁去啊 你把这俗不拉近的东西 帮我再现一头上歌 你奶奶和我这一半 现在有罩 还别动 对不起 杀人 三妈妈 三妈妈息怒 三妈妈 来来 笑笑气 先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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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先坐下 妈妈 先坐下 妈妈 先坐下 妈妈 息怒 三妈妈 请坐下 妈妈 好啊 好啊 别哭了 快去 上我屋把那枕套换过来 小心 没事吧 不哭 没事 这事确实也有晚辈的过错 原先我就考虑 您不想把这房子修缮了 那我就把这屋里的陈设用品 都给您换换吧 原先这各房的卧具 也确实旧得不成样子了 就各房新添置了两对枕套 添了两个枕头 枕套的花色 确实是粗了点 是我粗心了 应该挑一调的 老公 我跟汉青那儿还有一对 拿过来给您用 那套呢 也确实是不怎么压制 木丹花色的 只要三妈妈不嫌弃 您就用着 行吗 其实我也是心里都成了 真没那么多脚的脚 小小小琴 别哭了 别哭了 小小琴 好 小小 朱雯 宾 琪 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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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 而我 轻轻的你会年纪我 你善恋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诱惑 你善恋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语言 你善恋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语言 永不为邂逅 永恒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语言 永不为邂逅 永不为邂逅 永恒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语言 永不为邂逅 永恒着春风景里 花香的语言 永不为邂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